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云南今年的第一场寒冬纵暖 慈禧志工来到了山里的小民村 170位志工沿着蜿蜒山路 来到当地小学送信念祝福 那么多老百姓 得到了兼证的其物资 看着老百姓他们都很高兴 满意地带着其物资回家 我就开心 平级的山区 住的多数是遗族相亲 老人家或背着竹篓 或赶着旅车 千里迢迢而来 为的就是领取志工送上的 这份信念礼物 你身体健康 好 谢谢你们 还我们人就免费了 免费了来找出我们 来帮我们传 这个是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你们能演演的来的 我们就上街了 我们很开心 很开心 开心 开心 就是开心 好 真是开心 好 女人都拿好 好 服务相亲 不光慈禧人带着笑脸 跟着大家互动 许多在地大学生 也用实际行动略尽面箔之力 感觉这些奶奶就像自己的亲生奶奶一样 很亲切 我们会继续把这份爱传递延续下去 我觉得我做的这些事情真的是有意义的 然后是帮助到祈祷人 我觉得对这个世界 我觉得对于这个世界我还是有用的 大山里气温虽然只有五度 但人情暖暖的 大家新闻 这是美之工 陈佑琪 李国卿 邱星宇 云南报道